国家副主席习近平31号在北京出席了中国和韩国建交20周年纪念招待会 招待会开始前 习近平亲切接见了与会的中韩专家研究委员会双方代表并合影留念 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步入招待会现场 在招待会上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致辞说 今年适逢中韩建交20周年和中韩友好交流年 习近平副主席立临纪念招待会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韩木林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 他说巩固和发展中韩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我们愿与韩方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木林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韩国驻华大使李奎亨在致辞中感谢习副主席亲临纪念招待会 高度评价韩中建交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期待韩中两国永远做好邻居 齐心协力开创共享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未来 随后习近平观看了中韩建交20周年纪念图书及纪念风揭幕仪式 并在与会中韩两国贵宾陪同下切了纪念庆祝蛋糕 还观看了带有浓郁中韩两国民族风情的精彩文艺演出 来自中韩两国各界友好人士代表 部分驻华使节和企业家等约400余人出席账账账账 谢谢